我的好爸爸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就说吧 我儿子不会差的 今天终于夸我了 这一篇作文写的有意义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很期待 我们听一下 陈诺喜是怎么夸我的 我的爸爸 非常好 第一句就很点击呀 你看 向你哥哥学习学习 非常帅 哎哟 肉妈呀 帅笔 吃 帅哥一枚 帅笔一个 原谅你 我爸爸 长得好看 哎呦 我天呐 一个鼻子两只眼 这 瞄的 瞄写的这个五罐 不用写那么清楚 每个人都是这样 嘴里还有鸭 这我就不太 高兴了 两条腿能走路还能跑 你是不是把我当做一个餐费来写的 不是 哎呀认真夸 我有点生气了 跑起来逼飞机还快 裤衩子都追不上 写点实在的 我爸爸 皮肤很白 屎白 屎白 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 但是用词要恰当 半夜起来不用开灯 都能照亮圈五 其实我爸爸不是土 对吗 我就不是土子呀 啊 头发很密啊 很朵 只是圈长在后半球 前面是捕毛指地啊 我爸爸肺肠 吞我 终于讲一句诗话了 是不是 有一次啊 我俩一起去录音 半夜一起去拉屎 这往外说干啥 结果我没带纸 爸爸把他的擦定纸给我了 让我先擦 让我擦好去家里拿给他 结果我回来弯手机忘记了 我爸爸打电话 我也没听到 最后我爸爸 绝着钉 对着央树 蹭的 屁眼都肿了 你看到了 当然了 回家我也被揍一顿 我有个好爸爸 我正开心 我觉得啊 如果不是这题目是吧 我肯定给你揍钻窗底 我看在你有这个心的份上 下面我就不跟你计较 下次我往好了些 这些用词一定要恰的 什么 什么 失败 失败呀 我怕太臏了 似乎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 咱叫 你 我们先来